美女喜欢露天洗澡 奇料今天将帅哥 本以为是错觉 不成想帅哥一个剑步将美女拥入怀中 是 你别喊我就放开你 云映赶忙点头只想逃离魔掌 不是 只是一只野猫你们不必过来 是 小姐 二人同时松了口气 不对我松什么气 走开 你这个死变态 云映转身推开四皇子 不料内衣有自己的想法 瞬间二十八块腹肌映入眼帘 他怎么办 四皇子心下大惊 表面却镇定地说 云映格格玩得好一手欲情故纵 莫非是贪恋本王日记 误会 我只是手滑而已 云映面上尴尬 可内心窃喜 这副击手感真好 一句误会就想接过此事 云映格格好算计 那你还想怎么样 怎么样 四皇子挑起云映下巴声音轻柔 本王见格格格店内飞出一黑影 告诉我他是谁 什么黑影 王爷休要害我心愈 心愈吗 四皇子再次逼近 那格格格刚刚又是在干什么 不等云映回话四皇子邪魅于笑 格格可别反抗 越反抗我越兴奋 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但想想就好兴奋呢 云映反手一推 尽反将四皇子压到身下 说什么 四皇子心下大吉 我只是想试探他内力 他怎么 挣扎呀 反抗呀 你越反抗我就越兴奋 云映竟然原话奉还 他力气什么如此之等 四皇子一时间放了神 四皇子的身材不错呢 哼 还以为你多厉害 还不是被我调戏的毫无反抗之力 四皇子 今日之事最好保密 不然丢的可是你四皇子的脸 白白的你累 云映转身上岸 这表情犹如一个吃干抹尽的恩座 望着云映的背影 四皇子心乱油脑 刚刚都发生了什么 我明明是来调查刺客的 这是一声清脆的回响 吸引了四皇子的注意 原来是云映的贴身玉佩滑落 回到房中 云映还在回味刚刚的阴影 宿主不要春心荡漾了 关键玉佩一失 请述找回 你还会变身 云映间列欣喜猛然 扑向了系统化身的小正宝 我乃堂堂玉兔 化身都是小把戏 宿主赶紧找回玉佩 玉佩很重要吗 当然 玉佩牵扯到宿主的另一个身份 找回玉佩加陶星之二室 陶星之又是什么东东 陶星之可以在系统商店 兑换任意物品哦 任意物品啊 那我岂不是发达了 云映陷入了无限的遐想之中 在看从温泉离开的四皇子 此时正打亮着云映一落的玉佩 这玉佩怎么如此眼熟 似乎在哪里见了 大人 最近坊间大肆传闻天女身份 另有隐秘 莫不是又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 将玉佩仪式放下心头 四皇子淡淡地说 传闻与我调查刺客仪式 必然脱不了干系 你且再去探紧 一切由我 画面一转 星星念念系统奖励的云映 正在温泉附近寻找玉佩 口中还念念有词 我明明记得掉在这里 怎么没有 不想云映的碎碎念 惊动了正在玉花园的皇帝一行 吸引了云映的目光 这也太帅了 让四皇子见鬼去 这才是我的真命天女 云映你那晚与天女的鄙视 真是精彩绝伦 这位是镇的十七弟公亲王 那晚不再错过了你的表演 真是遗憾 皇帝的话让一旁的天女脸色铁青 赢了鄙视还在我眼前晃 诚心的是吧 云映一门心思都在公亲王身上 并未察觉天女一样 小女见过公亲王 还请王爷满银子辈 云映上前献酒 地旁的天女却给侍女使了个眼色 还好我反应快不然就出丑 这一步看待了一旁的众人 皇帝与公亲王目瞪口呆地鼓起了着 在一片掌声中云映迷失了自我 什么攻略四皇子 什么玉佩通通被抛到了脑后 可皇帝接下来的一句话 打断了云映的花痴 云映我膝下四子文武双全 今日正欲赐婚你二人 你一下如否 没等云映打化 地旁的天女心态先崩了 可恶 四皇子是我 陛下今日四皇子并不在场 万一不和四皇子心意 岂不成了一桩孽缘 无妨 朕的儿子 这个主阵替他做了 你说那云映 我不 就在此刻时间竟然禁止了 强制禁言启动 即将接管宿主话语权十分钟 我愿意 愿意就好 朕这四子不止文武双全 相貌也是数一数二 你定会满意 满意个鬼 我的天令是公亲王 奈何这个话云映只能说给自己听 一行人散去 天女却一反常态的镇定 听着耳童是你 不吹 天女转身道 我已有计策你不必多言 文元阁内天女 找到了正在看书的四皇子 臣女刚从陛下那回 陛下可是给四皇子赐婚了 赐婚 对啊 就是那日你在殿内见过的云映阁 只不过看上去 云映阁个似乎并不太前面 四皇子文言 啪得合上了手中的书 哼 我还没不愿意呢 他倒先嫌弃起我 再看回到殿内的云映 此时正在大发雷霆 你凭什么替我答应下 宿主的任务就是攻略四皇子呀 皇帝赐婚不是正合适吗 爱情 爱情你懂不懂 我的真爱是公亲王呀 总之我死都不会嫁给四皇子 这可是你说的 本王记住了 四皇子不知何时进了院门 既然你不愿意 刚刚为什么又答应父皇的赐婚 四皇子 怎么办 怎么办 上次他一生气就把我扔水里了 这次不会直接打了我吧 宿主别急我没有超级伤长 你可以试试这款梨花带于眼药水 什么鬼 算了死马当成活马一版 你怎么不说话了 爸爸 咱们这就去找父皇退婚 小女之错了 刚刚那些并非真心话 请四皇子息怒 四皇子瞬间面红掩饰 看来药水果然强大 算了 真是拿你没办法 不如 这下跟来的天女可及换 不行 四皇子是我 这个婚事我一定要搅黄了 四皇子 你不能被他的表象迷惑了 可惜四皇子充儿不闻 你别哭了 你这么哭我会心疼的 宿主药水是肠道的 怎么办 我刚才是怎么了 云映道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还是小命要紧 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 四皇子 小女刚才的话全都发自肺腑 其实 其实我喜欢你 云映的话惊呆了众 四皇子更是像被施了定身术 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我突然想起还有事 先走一步 丢下这句话四皇子落风而逃 敏郡王府内 四皇子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他刚刚说的话是真的假的 他怎么会喜欢我 可是他又亲口说了喜欢我 他到底喜不喜欢我 一旁的暗卫观察梁 决定帮王爷排有紧的 王爷你思索良久到底有没有结论 如此小事怎会难倒我 他定然是苦肉计 这女子竟如此奸诈 我这就去赶了他永绝后患 等等谁让你赶 不是王爷你说他奸诈吗 难道王爷是动心了 怎么会 我就是忽然想到他对刺客一案 还有大用不能轻动 切云轩内 云映死尸也心中在焉 他逃跑是什么意思 我表白就那么可怕了 完蛋 他对我的好感度不会降到冰点 宿主放心 四皇子的好感度不降反升了 升了 还好还好 看来这回小命暂时保住 云映的表白很快传到了皇帝的耳中 有趣有趣 李公公 你说这次次婚事不是成就了一番美满因缘 陛下慧眼如炬 这自然是一桩好婚事 李公公 你说云映像不像当年的他 陛下明鉴 云映姑娘真的颇有当年侠儿姑娘的风词 没理会李公公的马屁皇帝暗自私 不知道我让秋坛暗中调查云映的身事 有什么进展 皇帝心心念念的秋坛此时刚吃了闭门羹 林大人 你倒是跟我说说云映的事 我没什么好说的 门内的云琴 也就是云映表面的父亲郑公敬的俯身下滑 大人 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赶走了秋坛 做得很好 你的功劳我记下 大事成了之后 少不了你的好复 入夜千云轩 云映正迷迷糊糊的下地着水 忽然一个身影闪入了贫宗后面 不应你主知错 这就是那天黑衣人口中的主上 现在不会是要来打了我吧 跪下 心灵的云映自然从善如流跪倒在地 我明明传信于你辅佐大皇子 你为何答应与四皇子的赐婚 皇帝赐婚 属下人为言轻推托不过呀 但属下发誓 这只是权益之计 一定不会耽误主上的大事 也罢 这次暂且饶你一次 既然你答应赐婚 就继续接近四皇子 找机会动手除掉他 不等云映回答鬼灭人破窗而去 完蛋了 这下可怎么办呀 诉主你不会真要杀四皇子吧 不管了走一步算一步 你们现在都让我接近四皇子 那我就先获取他的好感再说 天女婉容还在为云印表白的事咬牙切齿 四皇子只能是我 你的小贱货休想同刀夺爱 线下我还是得多去找四皇子 我就不信日久不能生起 竹琴 四皇子现在在哪 哥哥 四皇子正在穷台林面见 给我准备些点心茶水 我要去见四皇子 画面一转 婉容来到了穷台林 四爷 你看你累得满头大汗 我给你擦擦 不必了 多谢格格好意 四皇子面色冷淡 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四弟 婉容格格一番好意 你这未免太不解风情了吧 大皇子不知何时也来到了穷台林 本王无俗销售 辜负格格好意 四爷 婉容暗自欣上一副伤心欲绝的表情 格格格不必理会这座冰山 格格格的手艺一绝 不如让本王尝尝 小女手艺粗紧 就不怪大皇子的雅兴 婉容转身太多了 但这一幕可把墙上吃瓜的某人笑话 谁 给我出来 云映脚下一滑跌落在地 怎么是你 四皇子我起不来了 能不能拉我一下 婉容这时赶忙上前 还是我来吧 可一只大手却抢先一步 小傻瓜 想见我派人疯传一生就好了 爬墙多危险 小傻瓜 她这是疯了吗 配合我 帮我应付一下婉容 原来如此 本姑娘就帮你一次 讨厌 谁让你这阵子忙不来见我 人家想你吗 说话间云映粉拳乱锤 她还是这么大脸 四皇子被锤得胸口生疼 表面却假装宠溺的说 是我不好冷落了你 以后我一定会常去看你 一旁的婉容彻底看不下去 云映格格 大庭广众下搂搂抱抱 未免太不知李树了 骂我 兔兔给我教训她 你才是兔兔叫我玉兔大人 随即玉兔伸手一指 婉容膝盖重剑 猝不及防下婉容倒在了大皇子怀中 哎呀 你都未出格的姑娘对大皇子头怀送到 就知道李树了 我不是故意的 婉容芳芒向四皇子解释 四皇子面色冷淡 格格格何必向我解释 剑硬刚不过 婉容施展差异 云映格格未免太小肚鸡肠了 我只是意识失足 格格怎能给我清白 我只是原话奉还 何事如你清白 婉容昌竹树用尽只能奋然离场 本王果然玉树临风 婉容居然对我头怀送抱 身后的大皇子还在花痴 云映见证心想鬼面人 让我辅助大皇子 不如我就撮合下他们二人 大皇子 婉容要走远了 还不快追 他居然也送我笑 果然长得太帅是我的罪不 太皇子心中自恋 手下意识地就要去拉云映 忽然四皇子囊在了两人中间 大哥要没事就赶紧走了 剑没有机会 大皇子一副诸葛像去追婉容 大皇子走了吗 云映躲在四皇子身后 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刚刚多谢你 剑鬼了 人都走光了 他说话还如此温柔 难道 女人深夜爬上男人的床 正欲行杜鬼之事 忽然男人抓住了女人的手 请客间女人被压到身下 我只是来找玉佩的 云映心下大吉 原来白天的时候 玉兔发现玉佩竟在四皇子身上 于是云映背负巨债 买下化身药水 深夜潜入王府 一番搜索下云映 将目光锁定在了四皇子身上 不成想四皇子是在装睡 这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找玉佩 你觉得我会信你的鬼话 既然你自投罗网 那就怪不得我 难道我白天的猜想是对的 他也是缠我的身子 说吧 是谁派你来杀我的 嗯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敢杀皇子呢 你要说我调戏你还差不多 云映再次犯起了花痴 这个眼神 虽然没与相似 但不像一个人 难道他真是来找玉佩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来人 他要干什么 云映反手将四皇子压到身下 赶忙捂住了他的嘴 四皇子毕竟习武之人 稍一用力就拉开了云映的手 不能让他说话 情急之下 云映竟然吻得上去 可恶竟然三番两次调戏于我 四皇子搂紧云映 下一刻竟将舌头伸进了他的口中 他竟得寸进尺 云映恶粉狠地咬在了四皇子的嘴唇上 你属狗的吗 怎么还咬人 太丢人了 云映把腿就跑 这个女人还真是有意思 就这么跑出去也不怕被人撞击 还好我睡前早就侵吞了下人 仙云轩内 云映跌坐在地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那可是我的初吻 不能想了真是丢死人了 宿主是不是忘了什么 玉佩 云映心态彻底崩烂 合着这一晚上跌宕起伏的白忙活 宿主赶紧回去吧 任务要紧 回去找死吧 想想四皇子的恐怖云应令死不从 我不 就在这次系统想起了好感度加四十的提醒 宿主今晚辛苦了 初吻都丢了呢 算了不用回去了 被轻薄就加好感度 四皇子难道是个变态吗 女人深夜爬上男人的床 正欲行不鬼之事 不料被男人制服 情急之下女人俯身稳住男人 随即趁男人愣神之际慌忙逃离现场 听闻四皇子入宫拜见太后 是吗 我想去看看 四皇子太帅了 第二日清晨 宫女间的闲聊让云应羞红了脸 昨夜可是我的初吻 以后还有什么脸见四皇子 可得你脸怎么那么红 是太热了吗 奴婢给你扇扇 不用了 云应心恶如麻害羞地溜走 慌乱下的云应刚巧撞上了进攻的四皇子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云应赶紧跳开犹如一头受惊的小鹿 一时间二人四目相对 同时想起了昨晚的音 0.001秒后二人各自转身 许久过后 四皇子率先打破沉默 你怎么 我还有事先走 不等四皇子说完云应赶忙溜走 这一幕还带了一旁的侍卫 二人才一天不见怎么变成这样 四爷 您没对哥哥做什么吧 你猜 四皇子的表情犹如一个得胜归来的将军 完了 看样子昨晚四爷真操以失呀 你说同样相貌 前后性格判若两人是怎么回事 莫非是传说中的失忆症 这需要外界的刺激才能恢复 失忆症吗 需要外界刺激 四皇子陷入了沉思 夜晚 锦西宫内 四皇子独自入睡 可以时间满脑子都是昨晚的阴影 修红脸的四皇子猛然做起 外部刺激才能恢复记忆 万一计划有披露他受伤了怎么办 况且万一他真的恢复记忆就是那个女刺激 我又该怎么办 好烦 出去透透气 四皇子所谓的透气就是偷溜进了云应所在的千云轩 而此时的云应正在对着镜子自裂 突然背后传来一道声音孤影大人 云应急忙转身 孤影大人这回我早有准备 你休想伤务 你放开我 云应当即与独眼人拉扯起来 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四皇子看在眼中 一想找死不成 四皇子飞身一脚破窗而入 在看独眼人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凉小 出场两次都上了棋 你没事吧 他这是在担心我吗 云应脸上再次染上一抹昏运 我没事 云应一副怀春少女的模样回到 平时何人 深夜来此有何目的 宿主接到支线任务 保护独眼人逃脱隐瞒真实身份 这是什么鬼人物 云应暗自负 但身体却诚实地做出了回应 哎呀 我脚扭伤了 云应扑到四皇子怀中 撕下给独眼人狂识眼色 独眼人心领神会趁四皇子不被逃跑 你没事吧 脚怎么样 我疼得厉害 要不你给我揉揉吧 床踏上 云应一边享受着四皇子的按摩服务 一边暗自思索 狗剧情越来越离谱 再这么下去老娘不伺候啊 男人夜叹女子归房 正撞见女子与人纠缠 赶走不复之客 男人竟把完其女人狱卒 王爷夜已经生了 你怎会来此 碰巧路不 碰巧 我没记错的话 锦细公和我千云轩相隔甚远 我说碰巧就碰巧 在郭造腿里掰折 好的 云应赶紧认所 刚刚那个独眼是什么人 他呀 他就是 云应意识到自己说漏嘴赶忙改口 我不认识他 好吧 夜已经生了 本王先走了 他的身份果然有问题 算了容我再筹谋一番再说 第二日清晨 云应正带着丫鬟圆圆在御花园闲逛 四皇子几次三番就五 我要不要跟他说我的身份呢 云应格格我们真是有缘啊 大皇子不知何时也行至御花园 这个猪头真烦人 见云应不回话 大皇子摆出一个自认为帅气的姿势说 如此良辰美景 格格格不如于我同度 修要对格格无礼 小小碧米也敢波噪 大皇子一把推开圆圆 随即就要伸手去摸云应 大哥怎么会在此处 四皇子此时正巧赶快 拦下了大皇子的闲珠手 老四不要多管闲事 见大皇子我行我素 四皇子面色阴沉 若我非要管 那我就要教训教训 说话间大皇子就一动手 可下一名 原来是个忠看不忠用的秀发枕头呀 云应揉了揉打人的手面带技巧 呃 他这是在保护我吗 你尽敢打我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大皇子 太后还在佛堂等你 咱还是别闹出大动静 多管闲事 大哥 太后还在等你 莫非你是想你的蠢事 传到太后耳中 算你们走运 今日先放过你们 有我在 不要怕 多谢四皇子 我说四皇子怎么走得那么急 原来是有家人等候呀 我是佟佳荣 这位姑娘是 小女云应 见过佳荣公子 云应 近于我那过世的妹妹崇明 你家中 你怎么在这 这时四皇子打断了佟佳荣的问话 我准备摘些桂花 中秋做月饼 桂花放久就坏了 我先到此了 两个男人望着云应的背影 各怀心事 这是我见过最狠的男人 上一秒还跟女人同床共振 下一秒竟指使属下暗杀女人 四爷真要如此 嗯 我的话还要重复第二遍吗 属下遵命 四皇子独自发愣 我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一时间昨晚的记忆再次涌上心头 下午暗卫传讯他的父亲死 我要不要告诉他 四皇子中秋佳节可否共饮一杯 好 算了他如此高兴 我还是改参再说吧 这酒后劲很大 你还是少喝一些 我可是谦卑不醉 谦卑不醉 真拿你没办法 外面俩我扶你回房 大坏蛋 我讨厌你 云印此时说不出的娇憨 看了眼云印四皇子淡淡的 乖 我不准你讨厌你 随即深情地吻下去 最久的云印不自觉地开始回应 四皇子舍不得离开香醇 盗起云印直奔房中 目睹这一切的鬼面人脱口而出 是谁 当四皇子转头时 鬼面人已不见踪影 回到房中 四皇子贴心地关上窗户 再一回头 云印又趴在了桌上 你到底是谁 我到底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看着桌上的云印四皇子 喃喃自语 一夜无话 二人再次醒来 拾进同床共枕 云印刚想溜走 却被四皇子抓住手腕 以昨晚轻薄于我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 你在胡说什么 昨晚什么都没发生 云印害羞地甩开四皇子的手 随即逃出房中 望着云印的背影 四皇子暗想 你身边总是出现 不明身份的人 总不是半个 无论如何计划 还得进行踩实 手中的猫突然跳走 拉回了四皇子的思讯 我已经吩咐 萧只是试探 不得伤害云印分毫希望 不要出什么差错才好 不行 我还是要自己去看一看 他放心 夜晚千云圈中 云印正在呼呼大睡 侍卫萧故意打碎茶杯 吵醒云印 随后假装出剑刺向云印 云印闪躲后 口中大喊着妈妈向外逃去 可下一名 恰巧屋外独眼人 正奉命监视云印 闻声正欲进屋 却发现自己已被团团包围 再看躺在地上的云印王魂大帽 我就要死了吗 突然一声催响 萧四叔的剑被倒下 你是何人 休要伤害云印哥哥 原来是四皇子打的 在四皇子眼神试一下 萧破窗而逃 你没事吧 四皇子深情款款地说 随即兴许的想反正 已经抓了一条鱼 我表演个英雄救美不过分吧 这个皇子真鸡贼 前脚安排属下行刺 后脚自己去上演英雄救美 在四皇子的眼神试一下 属下机智的破窗而逃 云印别怕 我找了试探此女身份 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 幸好四皇子来得及时 不然小女怕是要命丧于子 我也是碰巧路过 既然你安然无恙 我就先告诉你 你能不能不要走 我真的好害怕呀 你能不能再陪陪我 云印你竟如此依赖我 不忘我今晚的一场安排 此处发生了何事 为何如此吵闹 十七叔你怎会来此 碰巧路过此处 听见打斗声就进来看看 云印哥哥你没事吧 我没事 刺客已经被四皇子赶走了 你们聊 我先回房了 今日流行碰巧吧 一个霸道皇子 一个角色皇叔 好难选 怎么办 选什么选 宿主你要时刻记住 你攻略的对象是四皇子 居然后果你知道的 我知道了 臭兔子 还不准我歪歪一下吗 夜已经深了 皇叔怎会路过此处 晚上无法安诊 出来活动一下 正好走到此处 皇叔可是身体爆痒 不安 老毛病了 你知道的 既然此处无事 我就先走了 皇叔寝宫离此甚远 闲逛至此真是奇怪呀 深夜奸牢 主上神经尿算 刚刚云映格格寝宫外 这次听剑形刺神色慌张 正好被我们抓个正着 你们别白费力气了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倒是条忠心的狗 但是你觉得你的主上 会管你的死活吗 主上神通广大 他一定会救我出去的 神通广大 在皇权面前 你的主上 不过是一条 见不得光的臭臭 你知道什么 等主上当了皇帝 糟了 说漏嘴了 主上 焉舞无能 只能以死谢罪吗 倒是刚烈 但好歹得到点信息 他口中的主上 竟然有意皇位吗 看来这位鬼面人 来头不小了 几日后皇城中 你们听说了吗 最近有个鬼面人 行侠仗义 我家刚遭了贼 就被他抓住了 前天我差点被人飞离 幸亏被鬼面人救下 我要给他生猴子 累死属下了 王爷你在这里 倒是悠闲 王爷让我假扮 鬼面人假念 到底是何用意 水太清鱼儿 是不敢出来的 将水搅浑了鱼儿 才好上钩 王爷深谋远虑 希望此番形势 能够顺利 王爷 小胤我是你同父同母的哥哥 公子请自重 你这么聊妹套路太新了 我有点遭不住 小胤别误会 我真的是你亲哥哥 你还记得那块玉佩吗 玉佩 这跟玉佩又有什么关系 一黄眼妹妹都已经长这么大 细看之下 她果然跟鹅娘一样 脖色天香呀 她在看我 她还在看我 虽然我很好看 但她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兔子她真的是我哥哥吗 为什么我感觉她像个变态呀 我只能告诉你 玉佩确实跟你的身世有关 其他一律无可送到 你真是我见过最废的系统 不告诉就不告诉 我还不会自己问 公子刚提到的玉佩 可是我前几日遗失的那块吗 没错 现在物归远主啊 恭喜宿主淘心直家二十 这帅哥人还怪好嘞 躺着就能完成任务的感觉真好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我妹妹 公子你还是没说 这玉佩和我是不是你妹妹有什么关系 妹妹我带你去个地方 到了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小胤看见这幅画 你就应该都明白了吧 她把我的画像挂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不过有一说一是真好看 鹅娘我终于把小胤找回来了 鹅娘 什么鬼这个画中人试探你 兔子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我穿的是云府大小姐吗 这段剧情没在剧本里啊 我也不知道 啥都不知道 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玉佩 小胤你那块随身玉佩 是我年幼时给你的出生路 所以你就是当今重臣兵部尚书 同家丘之女 我知道一块玉佩并不能让你完全相信 但你看你跟鹅娘年轻时简直一模一样 难道她说的都是真的吗 这个画像 为什么我会感到悲伤 难道是圆主的感情吗 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 但你真的是我同家后人 等父亲一回来就让你认祖归宗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他们居然能把那个小贱货找回来 但是想要认祖归宗